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太神奇了 这些尊贵的客人也太不矜持了 我们刚一放喇叭它们马上就冲了出来 远处还要跑得慢呢 你看 哇 这就是我们今天主人公养的东西 野猪 每天傍晚 这片原始山林的上空都会响起这样的呼喊声 这是在呼唤散养在山山老林里的猪群 回家吃饭的信号 这些猪都是野猪经过与家猪杂交的第三第四代黑猪 从出生开始就被主人放养在山林里 因为山林绿色无污染的环境好 这些黑猪运动量大 肉质鲜美 每年可以给主人带来上百万的效益 富眼泉 吉林省安图县人 承包山林两千多公顷 驯养野猪十多年 现在拥有野生放养状态的黑山猪五百多头 老富原来就是当地林业局的职工 十多年前 国家政策发展临下经济 老富依然承包了当地的两千多公顷山林 搞起了中药材的种植 率先成为当地致富的人物 那么他是怎么想到驯养野猪的呢 说起老富养只野猪 纯属被逼无奈 这咋的我白河有个大哥 我的朋友 他养的野猪 养的野猪咋的就是在山上 你养野猪吧 人家也是就是养林娃的狗 这野猪偷吃 他会上河里头去拆那个网 去吃这个野猪 人家那个狗人就不愿意了 而且周边还有农地 给他闹心的 朋友养的野猪老是惹祸 得知老富承包了大面积的山林 空地不少 于是提出 把自己养殖的十几头二代野猪 放到老富的林子里寄养 免得野猪再惹是生非 豪爽仗义的老富一口答应 老富答应替朋友养野猪 主要是因为自己有两千多公顷的林地 都是原始森林 附近几乎没有人家 野猪闯祸的机会不多 而且林子大 各种植被丰富 野猪的食物充足 林子里长满了松子 针子 板栗 平时还可以让这些野猪自己觅食 不需要牵扯太多精力 养就养吧 其实这群好惹式的野猪进驻了 老富心里还是很担心的 虽然朋友寄养的野猪 已经是跟家猪杂交的第二代了 失去了大部分的野心 可外观上看还是更像野猪 嘴特别长 而且有的还长着一对尖尖的獠牙 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老富发现 毕竟跟家猪杂交过 有了家猪的一些基因 这些猪一般情况下 不会主动攻击人 不像传说中的野猪那么可怕 这才渐渐放下心来 于是 这一批六十头二代野猪 就愉快地开始了 山林里的惬意生活 很快 老富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情 自己饲养的猪群 绝大多数都是母猪 老富正准备开春 给他们找来公猪进行配种 可是还没等他找来公猪 却发现母猪都纷纷怀孕 而且顺利产下小猪 平均每一窝都有小猪十只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富开始查找原因 我们这个养的猪当时没选山 公猪也上这来配 来跟这个母猪交配 因为咱只都是母猪多 公猪少 公猪当时就一个 还不敢放 去外里头 闪在外边的母猪 都是让真正的野猪给配了 刚开始老富还特别高兴 这样散养的猪 连最头疼的繁殖问题都不需要人管 这野猪还是好养 到了年底 不管这些猪是否飙肥体壮 至少种群数量的壮大 就对朋友交代的过去了 想到这些 老富的心里踏实了不少 但是一个电话铃声 宣告老富对野猪美好的想象 破灭了 下边有个团了 人家给我打电话我上去 到地一瞅 一大帮猪 领一帮小猪宰子吃人这个难关 一个小猪宰叼个小瓜 小瓜蛋的 大猪一叼一个 外边有一个猪 是站在那不吃的 站在丑子的 一帮猪都在这吃 它是不吃的 就在那站在丑子 那就是方哨的 它一哼哼 都进林子里了 到进林就看不着了 你看也不跑 它就在林子里头 把那瓜吃了 等一走 尽管老富跟饲养员 不停地召唤和驱赶 猪群就是不理这茬 大有人进我退 人退我进的意思 一直到把人家地里的南瓜吃光 才打到回府 老富这才真正领教了野猪的厉害 他们的嗅觉 也比一般的家猪灵敏 看来毕竟是野猪野性难改 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饲养 野猪凶残的本性 开始逐渐暴露 一天 饲养员发现 猪场里饲养的一条小狗 遭到野猪的攻击 这个猪 他跟猪去抢食 一样猪一下子给咬食了 那么厉害了 他是因为抢 我以为他是在他旁边 他是觉得侵犯了他 对 他就 他到那猪跟前准备 上那猪跟前去 猪正在吃食 一下就把他这个腿 一嘴就咬食 就掐食了 二代野猪厉害 其实是因为天生胆小 尤其在繁育期间 如果他感到危险 为了保护自己的猪仔 经常主动发起攻击 这部二代野猪 不但攻击小狗 而且还攻击人 连每天给他们喂食 照看他们的饲养员 也难逃一劫 攻击过 不是一回两回了 但是最严重的一回 就是在 今年夏天的时候 我在去 整这个小猪仔 后边突然来了一下 把我这个衣服 给我撕碎了 完了还在腿上咬紫了 一大块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夫发现野猪凶残的本性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一天 饲养员来报告 新出生的小猪 被母猪咬死了 老夫经过观察发现 野猪的凶残 居然是因为胆小 野猪和家猪杂交的 它产生这两大 它胆小 越怕人 越鸡它 越鸡它 它越胆小 别人母猪从这走 它也害怕 而且那时候 可能是咋的 这个猪呢 母猪和母猪 都捐一个捐里面 互相吃仔了 不过 产子的野猪 也有保护孩子的天性 为了躲避其他母猪的攻击 有的母猪 会跑到树林深处去生产 这两天 正好遇上一头 代产的野猪不见了 于是 我们就跟老夫 一起到附近的山里 去寻找 原石森林里 密不透风 根本就没有路 我们在泥泞潮湿的 密林里 艰难行进 边寻找野猪的脚印 边寻找前进的道路 终于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 发现了出逃生产的野猪 这时候 是它当妈妈的第二天 聪明的野猪 在野外 自己顺利生下了 十多头小猪 而且还给小猪们 搭建了一个 温馨的小家 因为这时候的野猪 最具攻击性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远远低看着 不敢靠近 看到这些情形 老父不敢再大意 一方面 每天让饲养员 给野猪一家 送些食物 来保证营养 同时 也派专人看管 防止其他的野猪 嗅到小猪的气息 前来攻击 正是由于人为的保护 才保住了这一窝小猪的安全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老父慢慢对野猪的习性 有了一些认识 他一方面开始学习和掌握 养殖野猪的知识 另一方面 他叮嘱饲养员 照顾产子的野猪 一定要多加小心 避免遭到野猪更大的伤害 好在这些野猪在林子里放养 跟人接触不多 加上大家小心谨慎 避免招惹这些凶狠的家伙 一段时间下来 倒也平安无事 不过老父也知道 这群生性爱惹事的家伙 不会让他消停 过上太平日子的 此时一个更大的阴谋 正在悄悄酝酿 一天清晨 他接到了附近村子村支书 打来的电话 他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预感到又有事情来了 电话 人家的大队的书役 我来电话了 他说你这猪啊 都跑这边来了 一帮一帮的 都在我们地 把人家属 人家农民种了地嘛 人家去找书记起来 你看这地 这猪 把地都快吃了 这不就给我打电话嘛 原来老父的四十多头野猪 居然都跑到了三十公里之外的 一个名叫蒲泰河的村子 遭踏当地农民种植的玉米 农民发现后 向村支书告状 村支书赶紧通知老父去处理 于是老父就召集了十来个人 开着汽车急忙赶去 想把这群野猪赶回来 去了一看那猪呢 就都在地里呢 都在人家地里吃呢 当时呢 我们这个 我这个摄像员呢 也跟他去了 我们十六七个人去 开我那个双拍座 去 到那一岁上呢 猪呢 咱那母猪想把回来 没成想呢 这有这个真正的公主 这个时候老父发现问题比自己想象的严重 并不是野猪糟蹋踏粮食那么简单 因为在自己养的猪群里 发现了三头真正的野猪 这几头尖嘴獠牙的野公猪 完全控制了局面 母猪想回来那公猪 那几个公猪 就 隔嘴就撅了 嗯嗯嗯的 就 往山那头 赶这些母猪 向那个山坯 往上赶 我们这些人就想过去 想接近这些母猪吗 这两个公猪 恰好在一百五 在这跨度得有一百五十米 这个这个中间 这两个公猪 刺个大獠牙 就这么样对着 就这么对着跑 我们靠近不了 靠近了就得 像那野猪鸡了 这个时候老夫意识到 这已经不是一个 简单的猪群 破坏庄稼的事件 自己养的家猪 已经被野猪劫持了 凶悍的野猪 阻扰老夫他们 把猪群赶回的意图 十分明显 那么这些野猪 为什么要劫持 自己饲养的家猪呢 这时老夫猛然 回想起了前段时间 野公猪与自己养的家猪 配种的事情 他分析 这几只野猪 应该是小猪仔的父亲 他们这是来把母猪和小猪 带回野外 进行家庭团聚的 那是整整养两年 他是连媳妇带孩都有了 全都 我会气 面对着尖嘴獠牙 凶猛异常的野猪 老夫手无寸铁的老夫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些被劫持的自己的猪 而没有办法 天色渐满 无奈之下 老夫决定先回去 找好猎人 找好猎狗 第二天再展开营救 第二天我又找着打猎的 领着狗就去 把那三个公猪打死 不是这些母猪不就回来了吗 早一天我把人上去了 分好几帮 从这么走的 从这么走的 从中间走的 这人就狗跟着 猎人就跟着狗走 狗呢是闻着这个猪一直走 过了几个河 翻了几个杠 他们就 半晚上都八点半了 人猎手着才找得到 就找着在别的地方找得到 下来了 要打电话 让我上哪去接他们 一罪没找着 这一次 朋友寄养在老富山里的 六十多头野猪 被野猪劫持走了四十多头 每头按照五千元的价值计算 损失就在二十多万 加上赔给党地老百姓的 庄稼两千多元 老富是血本无归 这时老富这才体会到了 养野猪的艰难 他开始觉得自己养不了这些野猪 于是跟朋友提出来不养了 让朋友把这些 剩下的近二十头猪拉走 还有几个你愿意要不要 给你扔删了 还有那十个的母猪 我是告诉他了 你不要就拉倒了 饿死我也不管了 你去看去吧 我又不跟你扯了 他也不来 过了些日子 朋友那边没有动静 又过了些日子 年关将近 朋友依然没有把野猪 拉回去的意思 我说你不要 我就再加我猪 你不要 我杀了宋家 我就不要 于是老富就开始杀猪 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时候 他自己也第一次吃到了一顿 这散养的野猪肉 看看什么味道 结果这一吃 完全改变了老富 对养殖野猪的看法 肉呢 我认为 我吃就小时候吃的肉 那个感觉我找出了 老富感觉到 这样品质的肉 是一般的猪肉没有的 这样的猪肉一定有市场 正巧 北京有一家公司 听说老富在深山老林里养野猪 于是主动找上门来 希望能跟老富长期合作 专门购买老富的野猪肉 但是他每个礼拜要五头 要六头 我供不上一年 也没敢跟你签合同 所以我就心里 这回我好好养 你来合同我也敢跟你签 就这么才下去 你就开始要投资 野猪肉味道鲜美 而且还有人上门收购 这是一桩不错的买卖呀 每周按销售五头计算 每头卖五千元 那就是两万五千元 一个月就是十万元 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万 正是看中了野猪养殖的前景 老富这才改变想法 下决心要好好发展野猪的养殖 但是怎么才能养好 这群屡屡惹惑的家伙呢 首先要解决野猪的自由问题 不能再让野猪随心所欲地乱跑了 必须提供有限度的自由 于是老富萌生了把野猪 规定活动范围的念头 野猪不断地闯祸 老富想这种情形是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了 于是他想到了用那种铁吉利 把山给围起来的方式 但是由于这个山林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光投入的原材料的成本 就达到了27万 他花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 终于用这个样的方式 把山给圈起来了 其实还挺结实的 特别是人要往这一碰一下 还会扎的方向 你看这个铁吉利 还是很锋利 终于把山给围好了 这一回野猪该跑不出去了吧 老富划定了200多公顷的面积 投资27万元 找人做好了一个铁丝网围栏 整整花了一下天的时间 圈出了一块地 把野猪围了起来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而且在山山老林里施工 难度可想而知 尽管辛苦 但是看着这一圈铁丝网 做成的钢铁长城 老富的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这回野猪再也没有机会 跑出去惹祸了吧 看来从此就可以过上 高枕无忧的太平日子了 但是野猪毕竟是野猪 平时在山林里也惯了 被围起来限制了自由 它们可不会老实就范 于是很多野猪就开始琢磨着 如何突破老富设下的封锁线 时间一长 还真有聪明的野猪 突破了老富的封锁线 逃出去了 逃出去了 啥用也没有了 就是根本就没大事 那个公猪 以外边的野猪 不用挑 直接就冲进来 就是这两米跨多 连钉子 大钉子都给你拔下毛 直接它也不怕这 一下就拱进来 配完这个猪 晚上你喊 砰就出去 什么都对人都不当事 我说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这花这么多钱 是白搭了这是 第一批的铁吉利维网做好之后 没有想到对皮操肉厚的野猪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不起什么作用 而老富想要继续进行他的养殖事业 必须要进行第二次的加固 这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需要把整个山重新的再围一遍 据他初步的估算 大约需要花七八十万元的投入 而这时的老富 钱已经花光了 怎么办 老富的资金告急 连给猪买饲料的钱都没有了 无奈之下 只好向亲戚朋友借钱 能借不能借的 有钱没钱的都借了个病 没有猪饲料 你给朋友打电话 拿十万拿二十万 饲料解决了 但是建设围栏的钱没着落 最后老富只好拿自己的土地 向银行贷款 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息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这一次老富创新发明了一个新的围栏 狠下了血板 不惜一切代价 要跟野猪斗争到底 这一次老富改用了铁网的方式进行围挡 为了不让野猪有空子可钻 用铁蝎子加稻刺的办法 给铁网进行固定 后来我有啥招整的呢 我搁这碗呀 这碗我硬定了一点 硬理的这个人家 这个局是刮这个声 我明白了 你就拽不动了 我明白了 它就割它这个嘴唇的 哇 知道了 它是这样的 把它砸下去 对 这样是从土里出不来了 对对对 这上面呢 就把这个铁丝网刮住 铁丝网一串 那你得多远搁一个 这把四十公分吗 你看 一个 这儿一个 这儿一个 那等于是四十公分一个 你把 十十公分到五十公分 你把这个山整个围了一遍 对都围上了 那你这第二次投入大了 这个 那些就二十多万都白花了 那这个呢 这个花了多少钱 这个花得 年成功得七十来万 七十来万 那你这一下投下去 就没事了 这一下子管住了 经过整整两年的施工 二百二十公顷的山林 终于圈了起来 工程浩大 老夫自己比喻 像建了一座万里长城 这一次 野猪再也跑不出去了 从此 爱惹祸的野猪 再也没有机会惹祸了 老夫还投资购买了新的猪种 建设了新的猪圈 为产宰的母猪 提供优良的生活条件 并请来了 延边大学动物学院的教授 为养殖野猪当顾问 解决在养殖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野猪的公猪 和本地黑猪的母猪 进行杂交之后出来的公猪 用它再跟本地母猪杂交之后 出来的那些的就是商品猪 我们以后要处理这个肉猪 在专家的指导下 老夫的猪场进入了有序管理的阶段 严格控制野猪交配和生产的时间 避免相互残杀 保证繁殖数量 现在老夫培养出来的第三代野猪 不但肉质细嫩 而且味道鲜美 那么到底口感怎么样呢 今天老夫宰杀了一头 自己饲养的黑猪 做了一桌子菜 让记者品尝 韩头 你看今天你算来着了 你看咱现在就是全如样 就咱山上看那个猪 就是那个猪 现在就是那个猪的猪肉 这都是些什么 这个我知道 这个杀猪菜 就是杀猪菜 这个就是光杀猪的瘦肉 这是肚 这是手是肉 你挨个尝一尝 就这你说吧 特色体现这个东北菜的一个感觉 本来这个量这个大 然后品种又多 就太热情了 我先尝一下 因为这个白水煮的这个肉 特别是这一块 对 它的又有嚼劲 又有香味 就那个感觉就是 小时候 成年吃不到一块肉 加了一块之后 倒在里面泪 经过了九年的发展 老夫的野猪繁育基地 是猪丁兴旺 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 饲养绿色环保的有机猪肉 实现了自己的养殖理想 现在他还成立了一个野猪训养合作社 带领当地的农民 一起养殖野猪致富 老夫的性格非常豪爽 跟他出了这几天感触很深 野猪非常难养 野性难寻 老夫能够付出这么大的努力 他就是想给这个社会提供更优质 安全 更美味的猪肉 我们也祝愿他的养殖 能够真正的六处兴旺 养殖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韩东 咱们下次再见